也許你身邊存在一位 典劇殺人犯 回去我手是故意的 他才問我們 不僅會再說一句事嗎 我一定會抓到你 你玩完了 我拜託你 拜託你幫我回去 連續殺人愛的消息 令人聞風喪膽的連續殺人犯 也許你身邊存在一位 連續殺人犯 期待吧 遊戲就要開始了 能不能玩一個遊戲 但是你們不安排 你不安排 這個兇手是故意的 他才玩完了 讓他回家 拜託 你要幹嘛 幹嘛 不僅會再說一句事嗎 我一定會抓到你 你玩完了 小琪有一份執著 他那一份執著的背後 可能是原生家庭 他的養成當中 演變出來的執著 他不太善於表達 不太懂得跟人 做出所謂的交際 不太會說出自己 太多內心的想法 只懂得埋頭的幹事情 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生活在哪裡 演著演著 自己覺得 小琪 還有點帥 自己講 神經病 就是我們看到人 真的很愛表演 對 開始 感覺他的腦子一直在轉沒有停過 等一下那場戲我們要幹嘛 可以怎麼樣 什麼東西 什麼細節可以改 有個什麼想法 他就會突然轉頭跟你說 是不放心你一個人嗎 導演 你希望講不放心 還是 不想 不想 放不下你一個人 還是 不放心好不好 不想放你一個人 馬克 按正 不要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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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女色已經沒有感覺了 好 不要啦 不要啦 我 不想